三哥就这么拒绝了他们不太好吧 蓉蓉 你不觉得他们来得太巧了吗 傻丫头 四元素学院选的这个时间来 不就是欺负我们学院无人吗 一是要用实力压倒我们学院 另一个是做给天斗帝国皇室看的 谁知道他们的计划被三儿给破坏了 打不过那封啸天又开始使用悲情战术 这些事情不是我们需要费心的 等弗兰德院长回来 啊 以弗兰德那咽过拔毛的性格 就算最后四元素学院真的入住进来 恐怕也会被他剥层皮 三哥 父亲已经将资助我们唐门的第一笔资金给我了 这次你们真没白去 咱们唐门一下子就有了上千名魂师 看来用不了多久 唐门的人数就能超过我们七宝琉璃宗了 不 蓉蓉 唐门绝不请你招人 而且一切都要以最低调的方式处理 在回来的路上 我已经和泰坦前辈商量过了 唐门那边暂时还要悬挂立志一层的白饼 这样对 三儿 小兮式的万年船 那咱们什么时候搬过去啊 四元素学院出现 我们总要等老师他们都回来了 才能够离开 这个其实好办 回头我把古爷爷请过来 看谁还敢来闹事 三哥 你们出去了这么久 我和小奥在学院里都要闷死了 我们就赶快搬吧 唐门改造 可需要很多钱哦 你怎么这么心急 我们的小才是 唐三和宁峰制达成的协议很清楚 唐门的财物由宁蓉蓉掌管 毕竟七宝琉璃宗不会白白给钱 由宁蓉蓉来控制 宁峰制自然放心的下 这些天我天天在家修炼 早就闷得不行了 你们走了之后 我就后悔了 那不是给你们制造二人世界的机会吗 奥斯卡飞飞一笑 宁蓉蓉的俏脸却红了 他用力的掐了一下奥斯卡 你还笑 要不是你 我也跟着三哥出去玩了 奥斯卡依旧在笑 被宁蓉蓉用力的掐着 似乎一点也不疼 你干嘛 小 你胳膊让蓉蓉掐破了 宁蓉蓉吃了一惊 赶忙拉起奥斯卡的手臂查看 却发现他的胳膊只是有点缝而已 柔柔 如果你真的能请古斗罗前辈来给咱们学院镇场面 那我们倒是可以再出一次圆门 三哥 那我们去哪玩 傻呀 就是这玩 难道不用修炼了呀 三哥说出去肯定是正事 我们能辆马车 在车上也可以修炼呀 小奥 此行确实是正式 我们堂门制造暗器需要大量的金属 听太太长长老说 金属制度更新成有各种金属慢 稀有金属有不少 我们和太太长老要去一次更新成 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必须制作出一批成品 等七大宗门重选大会开始时 我们必须在大会上尽可能的帮助两大帝国招了一些活事 这次说什么也要给他们制造一点麻烦 毁了他们这个混 小三呢 你看到刚才我们走的时候老犀牛那个表情没有 你想他分的纷纷不平的样子 我就想乐 有牛高前辈负负责建设唐门 您才能放心啊 换个人的话 恐怕您还舍不得叫给他做呢 就是 有老犀牛在 说不定等咱们回来的时候 他就建设的差不多了 想建的不快 恐怕都不可能 说起来 真看不出牛高前辈 在建筑方面竟如此才华 真不愧是建筑大师 一想到这几天看到的建筑图纸 唐三的心就忍不住抽搐 那哪是要建设一座府邸呀 分明就是要建设一座堡垒 现在唐三想想还是觉得有些恐怖 简单来说吧 就连每个房间的门都是石木包铁板的 至于府邸的院墙 更是要建到高达五丈的程度 这高度足以和皇宫媲美了 唐三当然不怕官方找麻烦 前天他特意去了一次月轩 找到姑姑唐月华 官方的事直接由姑姑帮忙疏通 自然不成问题 他没有直接让宁峰治帮忙 就是不希望在皇室那边泄露唐门的消息 庚新城位于兴罗帝国境内 与龙兴城恰好在两个相反的方向 这段旅途不短 在全速赶路的情况下 唐三他们也接近耗时一个月 方才抵达更新城 宁峰峰欢心雀跃地挽着小五的手 说 终于到了 这一路上坐马车 坐得我鼓掌都软了 要不要晚上我给你揉揉 才不要 被拒绝的自分怎么样啊 叫你耍贱 胖子你这就是嫉妒 赤裸裸的嫉妒 年轻真好啊 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比你们还要轻狂的多呢 我们的大长老觉得自己老了吗 你可一点都不老 像您这样的成熟男人才更有魅力 丫头还是你 真会说话 难怪古斗罗那样的人都宠你宠得不得了 果然是个小精灵 你看我干什么 不服气啊 不服气有用吗 反正我现在是毁了容了 除了你也没人肯要我 对不起 小二 你不会真生我的气吧 傻丫头 当然不会了 我一生只爱你一个 他一边说着 一边向马红俊和唐三递出了一个得意的眼神 小二这家伙还真是欠收拾 不行了三哥 我受不了了 我先为马车上逃会儿啊 进了城之后你再叫我啊 一进城门扑面而来的金属气息顿时给他们一种别样的感受 进城之后众人再次下了马车 饶有兴致的看着这座特殊城市的风貌 泰坦的情绪明显变得兴奋起来 指着周围的建筑给众人介绍着 太坦长老铁匠也分等级啊 那当然铁匠一般来说分为七个等级 由地到高分别是初级铁匠 后边还有中级高级铁匠 再往第四个数 那是铁匠师 然后铁匠大师 铁匠宗师和神匠 那您是什么级别的铁匠啊 你个笨蛋 这还用问 泰坦长老身为铁匠协会副会长 当然是神匠了 长老大陆上一共有几位神匠及的铁匠了 三位 我 你父亲 还有当今铁匠协会的会长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当今铁匠协会会长 神匠之王楼高大师 再传弟子亲手打造的辉煌亮银铠 只此一剑又会出售了 楼高 楼高就是铁匠协会会长 你父亲退隐之后 在铸造方面 我和他算是起步相当 我更擅长对各种金属进行提炼锻造 而老楼则更擅长一些精巧的技术 走 我们看看去 那是一间看上去很普通的铁匠铺 一名年约四旬的中年人端坐在那 在他的身边摆放着一件铠甲 铠甲通体呈现为亮银色 在日光的照耀下 朔朔放光 整体打造的极为华丽 垃圾 我说老家伙 你说谁是垃圾 老夫说那件铠甲是垃圾 铸造铠甲的铁匠 也是 蹲坐在铁匠铺门口的那名中年人 已经睁开眼睛 看向泰坦的目光充满了不屑 老家伙 你懂不懂朱泽 我老师可是当今铁匠协会会长 楼高大师 亲传弟子 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了 就甭想走了 你要我说清楚是吗 别说是你这个什么老师 就算楼高本人在这 如果他说这件铠甲是他打造的 老夫一样奉送垃圾二字 此话一出 周围顿时一片哗然 楼高在这座更新城的地位 就相当于比比东在武魂殿的地位 周围的铁匠们顿时不干了 一时间这边乱成一团 其中还包含着不少叫骂声 泰坦走到那件铠甲面前 你们不服气是不是 好 那老夫就说给你们听 你们可以仔细看看 这每块甲片的大小都有细微的差别 表面看上去倒是很光鲜 可实际上质地太过轻 还亮灵开 你直呼的强不了多少 我这套铠甲本身就是为了装饰用的 又不是为了上战场 这样重量轻 穿起来才不会累 装饰品 懂什么叫装饰品吗 那甲片大小不一 你又怎么说 这叫不可谐的美 是我师祖楼高神将教导的 你懂什么呀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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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